很多朋友問我為何想要拿樓盤資料 其實最好要留意我們的講座 其實我再想在這裡說一次 大家搞清楚 移居馬來西亞 你需要一套MM2H 移居馬來西亞 你並不需要買樓的 是沒有關係的 買樓只不過因為你覺得這麼便宜 可能 將來升值潛力會有的 於是你去賣 所以我選過的 你們都不用怎麼看 你們去看完 你覺得喜歡不喜歡 因為我全部都選過 就算升幅不似我預期 我都希望是容易賣的 容易賣的意思 就算跌也容易賣的 我就不會亂點你們 而買樓 我一直叫你們做MM2H 如果你是夠條件的話 現在做MHH要批成年 你如果去買樓 過幾個月跟我去馬拉 看眾卿來買樓 跟他談過成交期半年的 一年後 你已經是 我MM2H批了出來 你很容易借錢 林康正現在我跟你說 譬如說 你有些金融波樓 你喜歡你不夠錢 現在不是 原來可以借七成八成給你的 你拿三四十萬出來 就可以給你首期 你是不是容易很多 就算你有錢也好 那你的調配 是不是舒服 所以MM2H才是我經常跟你說 為什麼你們不早點申請呢 把握機會 因為以前我們開頭 做MM2H是兩個月 現在是不敢說 希望一年可以 純粹是為什麼 因為越來越多人申請 我不用看別人 我只要看我自己手上的案子 這麼大的答案 你沒有人申請出來 只是我手上 那你變成 你變成這樣的情形下 你如果反正要做一個這麼低門檻 你又不用拿錢出來 讓你弄清楚 直至你批了之後 你才把那些貸款放在那邊 說的是20萬 30萬 港幣 是你的名字 好了 那你越早批的 你記住 你又不需要過去移居 即不同 你一定要過來 住夠多久 又不需要過去移居 你有個保險 又或者真的到中美的環境買樓的時候 又可以做按揭 做mortgage 就因為那個MM2H 為什麼不早一天搞呢 搞MM2H可以怎樣 當然是給我電話號碼 66982429 不要想著我會招呼你 我收到你們的訊息之後 我都會發給老師 不是我 不想幫助大家 而是太濕碎了 我太多事情做 大家要盡快搞MM2H 如果是大陸的朋友 可以找你搞 當然可以 我在這裡跟大家說 我才是真真正正 靠大陸人穩積的 如果靠香港的網友 我死了很久了 但是縱然是這樣 我仍然是力屌大陸的 我絕對不會好像屌你 老母彭浩祥 余文樂 那些 我要這樣說一次 即是楊成林 糟了 一越說就越多 越拖廣場 那個時間 我最喜歡帶大陸佬去買樓 有一次 話說這樣 有班大陸佬 連男男女女家 爺仔 四五十人 我一個人 和兩三個發展商的 人員 大家都在 Piran 大家在說的時候 我提議都這樣 怎麼走來走去 我這件模特兒 怎麼走來走去 開始我是忍 可以堅決忍 忍 忍得那些 我整件事就搞取它們了 我會說 ninety le 那些人 我會不會跟你們說 尬難 determinant 一是中國好人 他們叫你們坐下聽說完 陳柳不會跑掉了,當然我又軟又硬 陳柳一定有得賣的,你定一點點 不會跑掉了,不會說你倆在陳柳會容忍的 聽完講才行嗎? 是一道屌 然後又是這樣,逐個逐個來坐定定 後來我發覺,為什麼你會聽我說呢? 我回憶起我一輩子跟大陸人做生意的環境 你是不用管他們的 你管他們,你做不到的 真的要好責任,你坐正正,行 不行,一輩子才到你,不能這麼多人說 你現在買多少間?這間這間嘛 你問這些,不要問,你不能買,下一個 你有沒有搶著要買 一我一夜,那次我應該是買了50個單位 如果靠香港,我跟你去過,你也知道 有得走,快點走 怕兄弟永遠走得 你有沒有 帶幾十個客人,又誘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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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們不會有好感受的 因為其實我們是靠大陸的錢來養著我們 介紹給香港,還有大家很放心 大陸人看的樓 為什麼經常這樣說,跟你們說 是不會害怕的 不要說發展商,我啤你也分了 大陸人就買這些 我們永遠是去都不會去那些地方 他們會不會去那些地方住呢? 那我都很難為,很難說 因為他們經常說,為什麼不找一些好的地方住呢? 他們經常說馬來西亞不好 因為他們很多人都沒有去過馬來西亞 他們是在做錢銷會做的 屌你了